小學畢業以後呢 我就是用半工半讀 完成我的學業 有剩我還要照顧家裡 因為弟弟妹妹都是 初中畢業之後就到台北 我們一起生活 我要當作媽媽的角色 來教育他們 我一直認為愛之聲要責之切 不只是言語的要求他們 有時候他們達不到我的要求 我甚至於會動手打他們 所以弟妹有很多的內心話 不敢跟我講 接觸慈激之後 因為喜歡手語 在打手語的時候 歌詞進到我們的心 聲 口意 都是很專注 那就是上人說的用心當下 我們先右手再左手 靜韌在這打手語 我感受到慈激的這個人文 我開始調整自己 不再出口惡言 我會變得比較柔軟 很懺悔我以前是用暴力的方式指責弟弟妹妹的錯誤 一種自己內心的觸動 應該是自己才能夠體會得到 這個改變是我妹妹她們有親口告訴我 說二姐你現在很善解人意 而且講話聲色都非常的柔和 都會很為我們設想 我好像現在變得很有智慧